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,SEMI,今年在台湾举办的Samecon2024半导体展,从9月初开始陆续登场。 超过1100家厂商参展,ColeOS和面板及封装等先进封装技术将成展会焦点。 台积电、日月光、群创等台厂,以及AMD、英特尔、美光、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等国际大厂,将分享先进封装益智集成技术新趋势。 今年的台湾半导体展,Samecon2024,定于9月第一周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,主办单位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预估。 今年,Samecon展览规模再创新高,汇聚超过1100家厂商,使用3700个摊位,超过20场国际论坛。 SEMI预计,将有超过200位来自全球高科技与半导体领域的产业领袖与会,并有来自全球56个国家代表参与。 展会期间,也有12个国家设立专区参展,预估专业参观人数超过8.5万名。 其中,先进封装技术被视为未来几年技术发展风向球。 此次半导体展的先进封装国际论坛,讨论层面涵盖全球关注的半导体先进封装主要技术,包括小晶片、ChipNet、3DIC、CoOS及面板级擅出型封装、FOPLP等。 主要先进封装大厂,积极参与此次SemiCon展会。 主办单位表示,集结超过40家CoOS相关厂商,以及超过40家面板级封装厂商供应链,涵盖设备、材料、零组件与相关制程等面向。 在先进封装国际论坛,ICMI表示,由台积电与日月光半导体领军首次举办3DIC CoVS驱动AI晶片创新论坛,探讨封装益制集成技术与持续深化半导体发展。 此外,今年SemiCon展会也首次举办面板级擅出型封装创新论坛,包括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、日月光、群创、奔制谱、NXP、新兴电子、亚制科技MANS等,将分享面板级擅出型封装技术、制造进展与未来试矿。 ICMI表示,为期近一周的一系列先进封装益制集成国际论坛,包括AMD、英特尔、美光、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、新加坡Triplet独角兽、SiliconBox、索尼半导体等海外大厂,将全方位探讨分享高频宽记忆体HBM、西光子、共同封装光学模块、CPU、混合建核等关键封装技术。 此次,SemiCon展会也首次规划AI半导体技术概念区,包括日月光、Cadence、抑制集成系统及封装联盟、辉达、三星电子及真顶等厂商,展示从AI晶片制造、设计、专用硬体及集成服务等新研发技术与产品。 此外,首次举办的西光子国际论坛将探讨西光子技术在AI驱动的数据中心与云端运算应用的发展潜力,包括台积电、日月光、博通、联发科与YouGrope的技术专家分享见解。 而OpenAI无疑是这两年AI半导体最大的推动者。 近日,有媒体报道称,多位知情人士透露,OpenAI正权衡改变其企业结构的可能性,此局旨在帮助公司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兴趣。 这一策略调整是在OpenAI推进一项融资计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。 有消息显示,OpenAI的这一举措被业界视为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尽管OpenAI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的快速发展,OpenAI意识到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资本来支持其未来的研发和商业化计划。 调整公司架构不仅能够帮助OpenAI吸引更多的投资者,还能够为其带来更多的战略合作伙伴。 近日有消息称,OpenAI正筹备新一轮数十亿美元的融资。 此轮融资可能包括微软公司、辉达公司和苹果公司的参与,并有望将ChatGPT开发者的估值推高至1000亿美元以上。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此轮融资成功,OpenAI将成为同时具有全球三大科技巨头,微软、苹果、辉达的财务投资支持。 OpenAI最初于2015年作为一家非盈利性机构成立。 2019年,它成立了一个盈利性部门,来领导其人工智慧开发工作。 该盈利性部门的工作,由2015年成立的原始非盈利性机构的董事会进行监督。 有外媒报道指出,OpenAI的组织结构还存在其他不寻常之处。 其盈利性部门设有上限,以限制投资者和员工在其股份上能实现的最大回报。 OpenAI官方指出,这种安排的目标是激励它们以平衡商业性、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式研究、开发和部署、BGI。 不过,OpenAI尚未决定如何改变其企业结构。 有媒体报道称,它可能会取消对投资者回报的上限。 与此同时,9月初一时业绩盛传,台积电A16制程尚未量产,首批客户已浮上台面。 罕见的是,除了苹果持续合作之外,也出现新的AI巨头。 最受瞩目的是,ChatGPT开发商OpenAI,该公司积极投入自家ASIC晶片设计开发。 业绩人士透露,OpenAI原先积极和台积电恰商合作建设专用晶圆厂,为评估发展效益后,搁置该专用厂计划。 策略上,OpenAI自家ASIC晶片找博通、Marvel美满电子等美商合作开发。 其中,OpenAI有望成为博通前四大客户。 现阶段,台积电最先进的i米级与16公益1.6nm制程未量产,携红洞。 在业界传出,不仅大客户苹果已预定台积电A16首批产能, AI界当红炸子机OpenAI也因自言AI晶片长期需求加入预定A16产能, 成为台积电AI相关订单能建设拉长的重要推手。 另外,由于博通、Marvel也都是台积电长期客户, 两家美商协助OpenAI开发的ASIC晶片,依据晶片设计规划, 预定陆续在台积电300米家族与后续A16制程投片生产。 对于相关议题,台积电照旧回应称不评论市场传闻, 亦不评论单一客户业务。 A16是台积电目前已揭露最先进的制程节点, 也是台积电迈入埃米制程的第一站, 预定2026下半年量产,并且会先在台湾量产。 台积电先前介绍, A16将采下一代奈米片NanoSheet点晶体技术, 并采用超级电轨技术SPR。 SPR是具有独创性, 领先业界的背面供电解决方案, 是业界首创的技术。 总的来看, 未来两年, OpenAI不仅对AI应用发展局关键地位, 也协助苹果电子装置AI应用发展。 苹果今年6月发表个人化智慧系统Apple Intelligence, 已将ChatGPT融入。 相关策略让外界认为, OpenAI对苹果在AI发展扮演关键角色。 未来随着OpenAI积极投入自家ASIC晶片设计开发, 也将持续在AI运算领域中掌握话语权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